有一年Pattaya去出外景 一上去到了二楼三楼的时候 我一看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lobby 前面停车那个位置 上面那个屋檐 是一个好屌的游泳池 好屌 好大游泳池 就好多人在游泳池边躺着 坐着 喝酒什么 就一直上上上 好 我等一下上去换衣服 我就要下来玩水 结果我一进到游泳池的时候 我有点吓到 就是我刚刚看到都是人的游泳池 一个人都没有 不但对 不但一个人 知道你要来都跑了 阿宅 然后游泳池边什么躺椅什么 没有一个是正的 就没有一个是照泳池 规规矩矩排在那边 要不就歪的 是乱的 乱气的 要不就歪的 还有倒的 那没关系 没人最好都不要吵我这样 我就当游泳池 就瞧了一个比较干净的区域 就穿个泳裤这样 T恤脱掉 躺在那边晒太阳 然后想起 怎么有点冷 我想说怎么有点冷 晒太阳还冷 对 而且 帕特亚弄的地方 常年都是三十几度 不会冷 很热 怎么可能 对 我有点冷 你知道吗 有点冷我就 我就眼睛睁开 我就拿这个浴巾 就盖着身体 你盖上去觉得更冷 也差不多四点多五点 差不多我也该回去 准备要找东西吃 我一上电梯的时候 电梯门一打开 是有一个比我矮的男人 他是背对着我 那个人没有按楼层 他现在里面我从二楼搭的 所以你suppose再怎么样 你都要按楼层 对啊 我就没有理他 点击开来我就出去 出去在那个要离开跟门打开 关起来那个瞬间 我还稍微看了一眼 就什么都没看到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走到哪里 我会念经 我带着佛经会念经这样 我就坐在床上 我真的眼睛闭起来 你就听到那种 有小石头在丢那个玻璃窗 很小声 可是十二楼 对 十二楼 你十二楼有丢啊 来的石头 最了在十二楼 然后你就瞬间觉得 哎呀 是不是我们念佛经 真的 冒犯到他们 对 就把佛经合上来 我真的躺下来的时候 就没有任何声音了 窗帘也都不动 你就想说 刚刚有人丢我石头 对不对 丢到窗台上小小的 我真的把那个窗打开 啪 拉开 哇塞 阳台上一堆小石头 真的有人丢啊 对 不知道哪里来 一堆小石头 投石车 对 而且它建筑物外面就是马路 马路就是沙滩 哪来的石头 没有石头 对啊 好了 我就去洗澡 就洗完澡往外走 往外走的 就一路走着 从浴室走出来 然后就是关那个窗帘 准备要睡觉 关完窗帘 我转头一看 就是从浴室开始 它会有多的雾气 会跑到地上来 对 所以它会有一段距离 是你很容易沾到 你刚刚踩的脚印这样 我只看到一组脚印 可是那一组脚印是 所以让我害怕的地方是 它那个脚印比我小太多了 小朋友 小朋友还是女生 然后我还在走进浴室 我想说 什么情况 算算免长 要外景管他的 然后我就上床 电视关了 我就睡觉 我躺下去的时候是平躺 然后平躺呢 躺一躺我就觉得不舒服 你就测躺 我一测过来 就看到一个男的 还有一个背影 就是床只有很矮 床离地大概也就是六十公分 三十公分 那个人仿佛就是下半身是砍在地下 然后上半身在外面 一个男人的背 一个男人的背影 我很清楚 因为那个头发什么 就是我在电梯里 有时候看你洗澡 第一个直觉反应是 没有任何害怕 直觉的 这边有人 好 我就翻过来 我一翻过来呢 他的脸在这里 在床边 而且那个脸没有五官 我就醒了 眼睛一睁开才发现 我刚刚那些动作 其实都没有发生 因为我从头到尾都还在平躺中 我根本没有翻身这件事情 我就不敢睡了 起来把灯都关了 然后就穿了一条短裤 我就站在门口 门外面 没多久工作人员全部回来了 因为灵异节目 有带两个灵异老师 我真的一看到他们出来 就仿佛看到观世音符 没错 都要哭了你知道吗 观世音符它显明啊 真的 哇塞 我就很合奔 旧星来了 旧星 对 我就很优雅走过去 而且走过去 我也没对任何人讲话 我就直接冲那个两个老师 老师我可不可以给你换房间 最屌的是老师什么都没问 老师说好啊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 我不想找到 所有人都来了 就两个老师睡一间对不对 老师没来 两个老师换我那间对不对 有一个老师没来 蛤 为什么 有一个老师没来 那个老师是连夜杀到机场 后补第一班飞机就直接搭回台湾 哇 其中一个老师 好 那就没多久 我身后有一个阿姨推着那个 打扫的那个车子 还有篮子这样的 很多打扫工具这样的 然后就从我身后用的泰文外 我们制作人翻译 跟那个阿姨在沟通的时候 就沟通到就 就讲了我的那天碰到的事情 那个阿姨听完就 就讲了一句 然后那个翻译说 你们也看到啊 然后阿姨就从他的那个打扫车下面 拿了一份报纸 那个报纸也没多久 就是一个多月前的报纸 然后那个阿姨就说 是不是这个人 我一看那个人 他一个人去住那间酒店 第三天他被人家发现 他趴着飘在那个游泳池上 然后他住的哪一间 他住的就是我那一间 Oh my God ām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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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